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猪雀顿抖舞的第一局下半场 军工厂冬璇的女巫 然后球者这边的话拿出了最后一手机械师 我是没想到的 但是呢也说得通 就这个机械师拿出来是奔着宝瓶去的 机械师找快乐角 然后外面有四个活人在修 密码机的话相对来讲速度会快很多 比我刚刚说的就是最后一手拿病患的话呢 他的一个修机速度要更高 但是呢他的一个操作 其实可操作性就很低了 机械师是遛不动的 这边上来冬璇一定抓机械师 他不可能去抓个心理抓个前锋吧 虽然说经常我们之前比赛当中看到女巫抓前锋 但是这个阵容有机械师肯定是找机械师 而且这张地图的话他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排点的话大概就算排的比较晚嘛 40秒也能排到了 这边他第一个点找过来 李宝的机械师 机械师的话应该是沿边线到快乐角 应该是沿边线已经在走了 就是沿边线到快乐角 过来的话能看见娃知道机械师的位置还可以 这个局的话相对来讲我觉得两边都能接受吧 第一呢 东学这边想打这个娃 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 好的 信徒先补上 这里两边平双抄 隔窗刀 打 好的 可以 李宝这个反应是真不错 这里的话直接寄生信徒能起第一刀 东学这边是不想放这个娃走 一刀打走这个娃 那这样的话机械师可以牵制更久的时间 然后呢你这边的话娃放在快乐角 你倒快乐角这个娃也修不了机 东旋打的是一个偏控偏想去真胜 因为他如果说追求击倒速度呢 其实刚才第一刀就能打中这个机械师 但打中机械师呢你后续这个娃可能就补不了了 两性图包夹 这边的话第一刀有了 第一刀有了 这边的话没办法 这刀肯定能打掉 打掉以后本体放狗咬住机械师 大老师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四抓率 但是怎么说呢 这边这一刀 还不太好说 狗咬住娃娃如果能扛一刀行不行 这个娃的话目前来讲是真放不了 或者说这个娃就不放了 然后等下一波看看能不能放娃扛刀来 二六 娃 没有 这个击倒时间其实也挨娃放出来了 他还是想放娃来扛一刀 但是因为刚刚我觉得被狗咬住啊 所以说你放娃扛刀扛中这一刀 机械师也不一定能走 所以我当时觉得可能会留到后续啊 就是下一波看看 机械师倒地外面三台机差不多修完 这三个人的话呢 也不是特别容易让你去快速击倒的 相对来讲我觉得球者还有宝平面 但真身面应该是不太有了 因为你要把这个机械师保活到 四人开门站 这机械师肯定不够了 前锋拉球撞了 来来来回旋回旋回旋看小镜头 撞 非常远的一波球 非常非常远的一波球 这波球如果说看小镜头 看视频的观众可以调回去看一下 这个小镜头这波球三岁拉得非常的漂亮 再一个无伤救人 nice 机械师的话这边应该是躺快乐角了 这波机械师快乐角一倒 前锋这边还能保 前锋这边保的一个意图是什么呢 给到外面休密码机的队友一些空间和时间 让他们赶紧把码机补掉 保是肯定保不活的 这个人是肯定保不活的 但是你毕竟你要用双性图来压这边的前锋 你就没有更多的 这边前锋硬吃刀 然后要把这边的机械师摸起来吗 摸起来 摸不摸得起来无所谓 前锋这边所有的操作 他的意图是什么 保证小房这边的队友可以休机 因为东旋刚才已经在用原生性图 强行的去压制这边的小房的码机了 东旋这边的一个安排是想去争胜的 但是前锋这边把这边东旋的一个布局打乱了 让这边东旋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去压制住机子 这样的话呢 这波移情给上以后 依然是一个三人满血 前锋这边还有四分之一的球 但是最后那台机子 这边感觉神罪要来 外面的话心理学要起来新机子 外面心理学要起来新机子 这个时候心理一定要起新机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镜头有没有给到 这边打一刀 前锋回旋撞 三岁这把的前锋是打得真不错 但是核心问题是 这边外面没有起新机子的话 前锋球已经没有多少了 他保不活 他保不活这个机械师的 东旋再放狗咬住机械师 确保 因为东旋虽然说被前锋干扰了很多 但是他还是将这个码机给控制住了 并没有说是让你修到8%90%的那种 他压制在5%60% 那么对于东旋来讲 击倒这边的机械师还是可以稳定挂飞以后打一个三人残局的 密码机的话这边应该是要亮了 确保人先挂飞 这边闪现 闪现 这里的话人挂上密码机直接点亮 机械师这边会不会摇下来 有没有机会摇下来 哎呦这波东旋想争胜呢 一刀打 那这样的话东旋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去管外面的人了 他要先把机械师挂飞 然后压制住前锋保平 东旋这边的一个思路很简单 我手里牵着这个机械师 然后把你前锋击倒以后逼你亮 然后挂飞以后再去抬人 是可以的 但是没怎么说呢 前锋这边还是拖了一会儿 让这边机械师有机会能够摇下来 完成了一个三跑漂亮 这波如果说东旋当时不去打这个前锋 不摇下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个平局 这把的话MVP要给到三岁 确实打得好 你看这小伙子抖抖抖抖抖 皮的要死 我们稍微休息来看稍方的第二局